1993年的平安爺终于来临 为避免醉酒鬼闹时 外卖店在圣诞前夕 一般都会在夜晚10点左右就关门 传统上炒锅和麻油煲 都会将公众假期叫做大日子 而这一日的确是我和老婆的大日子 想当年因为香港圣诞节很热闹 所以都以为英国的圣诞气氛应该会更加浓 但事实是有点失望 可能是乡郊地方居民不是整日躲在酒吧 就是呼朋友在家里开派对 所以街上的行人不多 比平时更加冷清 除了中国和土耳其外卖宕 其他店铺早就关门 整条街只是靠几盏圣诞灯色来点住 分外凄清 英国人每年都输到 有没有白色圣诞 见到窗外面落着毛毛雪 相信落着有白色圣诞的人 都应该不少 净哥准时来到我们外卖店 而老板个小子 也要求一起去 因为是早机 所以我们一行三人 在凌晨一点多些就出发 一路上虽然白雪昏飞 地面湿滑 但净哥一如以往 依旧高速飞车 因为还未上高速公路 所以时速大约是七十至八十英里 算万价啦 因为净哥是一位可靠的车手 所以我安心闭目养神 脑海中 不停想着老婆 只希望快点见面 怎知突然间 净哥惊叫一声 大红 我立刻睁开双眼 看到面前景象 果然真是非常大红 只见到净哥拼命 那么踩脚制 但驾车依然以高速向前冲 因为路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 所以要减速 几乎是没可能的事 大约是几秒钟时间 我已经清楚见到工地上的告示牌 大大个字写着 危险 改道 上面还有一个大箭嘴 指着右面 其实 哪个不想向右转 只不过 人生有时 都总是会身不由己 那个告示牌后面 就是一条俗称 公字铁的庞然巨物 我心想 这次死硬啦 但是不知为什么 当驾车撞下去 一条公字铁的时候 我竟然一点都不怕 我只是担心会延误行程 死 不是问题 接不到老婆 先是最遗憾 随着一声巨响 驾车竟然倒立 冻了在那儿 接着再向前一番 四轮朝天 当个车顶拍落地下的时候 我一头撞落个太阳挡道 车头玻璃 就在面前粉碎 接着 一片死直 觉得前压有点凉 我想 应该爆了肝 幸好不死得 然后 心头一酸 恐怕接不到老婆之余 还要在医院过圣诞 突然 想起当时只有七岁的老板仔 幸好他和勁哥都没事 原来他们在我爬出来之前 已经脱险 接着大家第一时间 互相检查相试 非常奇怪 只有老板仔的下纯选了点 勁哥和我 竟然丝毫无损 稍后经云暴定 发觉驾车已经报废 车头盖在中间向后折 引擎都几乎跌了出来 所有玻璃粉碎 车顶嵌了进去车厢 可以赶全车尽位 真是不知 为什么不死得 之后 勁哥第一个 就是打电话给他老婆 在危难关头 始终都是 首先想起个老婆 跟着就报警 和急召我老板来接棒 没多久 老板和老板娘说到 老板问了我一个非常高深的问题 他说我明知前面整路 勁哥手车又快 为什么不一早提他收邮 搞到这么大事 老实说 这个连外恩斯坦都不懂答的问题 真是答不出 正所谓形势比人强 只要能够见到老婆 随便啦 几经波折 老板车住死过翻生的 我和老板仔 再次上路 去伦敦希斯路机场 接老婆 希望今次 不好又发生些什么意外 顺顺利利 第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